收着汁吧 画着冻了 我一会就用这个嘎啊锅呢 炖咱们这个猪蹄和黄豆 我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这个嘎啊锅吧 这个嘎啊锅是三合一的功能 这有一个波牛 往左边波 就是压力模式 就是我们说的第一种功能 就是电压力锅 它可以煲汤炖肉 豆提筋 还有煮粥 还有无水菊 往右边波 就是第二个功能 微亚模式 也就是咱们平时用的那个电饭煲 它可以做精华版的米饭 快速版的饭 发芽米 营养粥 蛋糕 第三个功能需要把这个盖子打开 把它拿起来 简视频这就能看出来了 开盖收汁 也就是开盖煮的功能 这个锅区别于其他的压力锅 电饭煲的 还有一个就是看到吗 这个胆 它这里边这个是不粘的 可以拿它蒸个米饭 煮个粥 它都不粘这个锅 也好清洗 还有一个胆 是不锈钢的 304不锈钢的 材质也特别好 可以拿它那个炖肉 炖排骨 这个高压锅呢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盖子可以取下来 你清洗的时候就方便了 这里边的密封圈 往下一拽就下来 安装也好 也好清洗 这个你看看 这有一个防堵的一个盖子 往下一拔就拔下来了 然后安装也好 安装 这儿也是 这儿有一个泄气阀 一拔也下来 一冲洗 猪蹄也化了 一会儿我给它紧出来 一会儿咱就用这不锈钢的这个内胆 炖猪蹄就行 凉水下锅 把猪蹄咱紧一下啊 去一下腥 加点料酒 葱 姜 一个红辣椒 它捞出来 拿温水冲一下 就可以放嘎锅里炖了 猪蹄太大了 我给它分开了 里边割葱 姜 来一个料包 炖肉的料包 两个红辣椒 生抽 加一点老抽 来一点就行 一勺黄豆酱 把黄豆加进去 再加点藕 这个可以中途夹咱这嘎锅 但是我就省事了 一次都夹齐了就得了 面就面点吧 也好吃 拧一下这锁钮 把它锁上 看这有一个锁啊 把这锁钮 锁到左边 这就是压力锅模式 然后我们选择一下 就选择这个提筋这个 35分钟 好启动 这个高压锅啊 它还有24小时的预约功能 12小时的保温 这个高压锅呢 是自动卸压的啊 但是呢 它特别人性化 你假如说我炖点肉 我中途想加点土豆啊 加点胡萝卜啊 但是你不能一起放 刚才我就一起放了啊 哎 你就可以啊 中途呢 把压给卸了 它有一个手动 哎 帮助你卸压 加速卸压的 把菜加进去以后 盖上盖 它有技艺功能 还接着工作啊 这一点特别好 这个三喝一的锅啊 它的粉丝价是539元啊 如果高于这个价 和客服说是恩那一的粉丝呢 就会给您这个价的啊 这是高压锅 自动卸压了 这就熟了 时间到了 把这料包捡出去 看着就想吃 我尝一口吧 嗯 非常好吃 黄豆 嗯 嗯 熬到面了 非常成功 这也可以收收汁 现在用的是开盖收汁 收着汁吧 谢谢大家观看了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